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次的疫情当然就让整个社会很自然的就守规矩 所以有时候这些我们说供业招感的业报 其实会让我们沉淀 那经过这个沉淀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说消业了 我们轻浮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 这时候就在招感业报 所以其实修行就在修那一颗心 不要得意忘形 你可以越来越充实 但是千万不要得意忘形 一忘形呢 那就失去了那种稳定度跟功德力 它就开始报 就像夹鬼了 这插一扛那插一扛 待会儿小风起 所以如何时时刻把这个心给掌握好 心可以小到一点都没有 称它为空 可以大到寒食法界 这个才是究竟 小而无内 大而无外 才是真大 如果还有外面就代表你还是小的 如果还有里面 那就代表你还是大的 所以这个道理其实很容易懂 你要说它小 究竟的小 就是里面没有东西了 那时候才究竟的小 也就是所谓的没有内外 那大也是一样 要大到没有内外 才叫做大 冲变法界 那才是大 那冲变法界 能够离开任何一个小虚空吗 哪一个小虚空不是大虚空的一部分 我们的心 因为由我 所以变成一颗一颗粒子 变成一个一个存在 随着时空 都有不一样的存在现象 因为我直在 我的习气 我的业力在 随着时空就表现 那时候因缘让你表现什么 你就表现什么 那这里面当然我们如果能够把这个心给看好 那恶出来 马上看到它是恶 有破坏力 赶快让它消散 因为如果不是你支持它 所有的恶念都没有力量 那善也是一样 所有的善念本来没有力量 因为你支持它 所以善的力量就发挥出来 那个力量来自什么 来自你支持它 你当它的靠善 所以一个人要行善 要行大恶也要有很大的能量 要成就大善也要有很大的能量 我们这个小喽喽 善也善不到哪边 恶也恶不到哪边 因为我们能量有限 但当你越修越好 能量越来越大 那你对善恶就要特别小心 就要特别小心 以一个小恶念 可能酿成大祸害 一个小善念 可能变成一个大善行 因为这时候你能量很大 推动它的力量很大 所以修到这个不要满足 不要被什么东西停住了 让它障碍了 我们在历史上 每一个强大的国家 都有很坚强的预防攻势 当然预防攻势有高的有低的 有天然的有人造的 比如秦始皇就建了万里长城 那我们如果到日本你去看 每个城墙外面都有一个壕沟 那现在我们也知道 台湾有一个壕沟 台湾海峡 这个天然的遮障 天然的屏障 所以每一个众生 我们有工业 我们工业在台湾宝岛生存 有天险 有天然的阻断 被攻击的一种 不需要去建 你想一想 你要用人力去挖一个台湾海峡 怎么可能 那你要去像万里长城 所以它会变成暴君 也是这样来的 它积全国的力量 去建那万里长城 结果守住了什么 守住了两代 到第三代就不见了 所以你把敌人挡在外面 其实就把自己关在里面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 你把人家排斥在外面 其实是你把自己关在里面 所以当你有敌人的时候 最大的敌人是你自己 最大的受害者是你自己 那当我们把这些城墙撤掉 也就敞开我们的心 不要有执着 不要有定见 你慢慢的心就跟众生的心 能够互通 互动 每一个人都有佛性 都有人性 所以你用人性 用佛性来对待 那你朋友一定很多 我们常常会讲 你这个人没有人性 不通人情 你再高 没有人理你 你再高 影响不了别人 所以佛法就在 做拆墙的工作 把那不该有的 好好拿掉 先拆掉那个不该有的恶 到最后拆掉不该有的善 拆什么 最坚固的就是我们那个执着 拆掉你的执着 那我外面的叫法职 里面叫我职 把我职法职 这个墙拆掉了 你就是法界 法界就是你 它自然打成一片 这是佛法的究竟 叫圣义地 一针法界 那我们如果还有内外 还有取舍 那还是世俗地 还不是究竟的第一异地 也就不是究竟的实相 所以你学佛道理 要学到什么层次 当然跟你的知见 绝对息息相关 什么知见就显现出什么人 你修得很好没错 但是因为你的知见不高 所以你那个不错 很有限 甚至呢 如果被自己的执着 自以为是挡住了 那个功德 刚好变成你的过失 你很富有 你不会把富有拿来 故事 那就叫守财奴 那功德变成你的过失 你很有学问 不屑跟人家谈道理 刚好变成你的过失 你有那么大的学问 那么大的知识 是要跟人家沟通 要跟人家引导 慢慢地带上来 不是不跟人家沟通 你这个我不跟你说了 这个变成你的 你的功德 变成你的执着 变成你的我慢 变成你的负杂 我慢的高山 尝不住任何的功德水 所以我们一定要 好好地把握我们 这个不是你故意 因为我们与生俱来 那个因就是无名的因 与生俱来 所以你错错得很自然 也因为那个无名因 掌养了你的生生世世的轮回 你生住一面 一报的成出坏空 其实都是你的业力招感 业力来自什么 祸 祸就是无名 无名造成业力 业力招感苦报 招感 那个苦其实不是只是苦 为什么我们说四圣地 第一个就是要知道苦地 我们都把这个世间认为 有乐有苦 那在现象里面 因为谁顺你的习气者 你要的然后就要得到 那当然是一种乐 一种享受 但是你会想到 你要的有限 你不要的才是大部分 你要到了你要的 值得庆贺吗 接着你就 经吞蚕食啊 先要这个小的 慢慢就要大 因为你那我越来越大了 含荣物越来越多了 占怎么多 多到你不 你不能受用的时候 那时候苦就出现了 这个很简单 我只能读一页 你要我读两页 我就苦了 我只能吃一碗饭 你要我吃两碗饭就苦了 但是我们常常在好吃的时候 能理解的时候 就不晓得停 所以越吃越多 到最后撑住了 撑了 那苦就出现了 所以乐 引导来的到最后 一定是苦 因为乐会让你自然的产生贪 想要拥有 想要拥有呢 又不小 没有智慧去停下来 所以到最后一定会过度 一定苦就会出现 你不断的贪 到最后一定是苦 那贪本身就是苦 因为你心本来 本来无一物 那何处惹尘埃 我们这心里面 这一物到底是什么 就我知我见 我知我见来自什么 来自无名 所以我们的受 终究一记就是苦 不要怀疑 因为你若怀疑不确定 那你就会不断的贪 不断的在乐里面执着 不断的住在乐里面享受 那即使你有那个福报 也会想尽 当你想尽了 我本来有十块钱 可以去买我要买的东西 买了 十块钱发完了 看到更喜欢的东西 你会怎么样 早知道 我刚刚那十块钱不要发 就这个样子 因为我们没有智慧 我们是那个无名习气的引导 也就是我 我知我见的引导 所以很难有智慧 那什么时候 我开始有智慧了 开始检讨 我知我见的时候 我开始有智慧了 我在执着什么 我执着些什么 就能跟索 你去探讨它的时候 这时候自然就看到 这个能 没有智慧 探讨外在 所没有智慧 内没有智慧 叫内空 外没有智慧 叫做外空 内外都是空 空成一片 平等性 但是虽然是平等性 我是我物是物 我是我花是花 它根本就不相障碍 但当你执着的时候 它就障碍了 我执着 我不喜欢这个花 我要黄色的比较吉祥 那你看到它 你心里就讨厌 所以很多东西 其实就是我们那个 无名在那边作怪 让我们本来没有好恶 没有取舍 没有烦恼的 产生这种种的耗恶 烦恼 取舍 照做 因为那份无名就是祸 祸就起分别心 起起舍心 起的时候 当然要去照月 舍的时候也要照月 舍的时候就是要远离 起的时候就要接近 就开始照做 那当然 这个就是辛苦 至少是辛苦了 你去照做了 但照做不对 那就恶取吧 那当然是更痛苦 那如果取对了 又有产生贪 得到了 想要得到 又有产生贪 产生越来越大的欲望 越来越大的乱心 我们所有的动机 通通是乱心 除非 你跟智相应了 所以一切以般若为前导 不是我们不能起心动念 不是我们不能够造作 而是要在智慧的引导下 去起心动念 叫做如理思维 在智慧的引导下 去做各种行为 叫做如理造作 叫做正行 正思维 正行 那当然做出来就是正业 以这个业为生 叫正命 你随时都是用正业 来维持自己的生命 那就叫正命 那保持这样子的 不断地 一天一天地去做 这些应该做的 叫正经浸 有了正经浸的时候 你随时都起正念 随时你当下的念 都是正确的 因为前面 这些已经在胎炼 已经在不断地检验 那到最后正念相续 正念相续 念念正念 就叫正定 它不会太退转 不会再消失 不会消失不是有 而是空的相续 无我的相续 我们现在常常 就是被这些文字 就绑死了 事实上 相续 为什么能相续 因为空 为什么能相续 因为有 那请问相续 是空还是有 既非空 也非有 既是空 亦是有 这个就原成实 本来如是 但是当我们在文字上 取一个不对的分别的时候 你就取此舍彼 取善 舍恶 事实上呢 善跟恶是你的分别心来 是你的我直 我见来 本来没有善恶 一切都只是缘起 因缘 里面的条件好 它就 生出好了 就像花一样 你给它条件好 它就长得漂亮 给它条件差 同样的品种 它长得没有那么好 所以所献的像是 因缘所给的 因缘成显的 不是谁给的 但是我们的种子 是我们自己的业力给的 这个好的种子 要变成好的果 也要有好的因缘 那这因缘不是我能掌握 但是因缘 可以透过我的智慧抉择 这个因缘不好 我就把它放掉 这个因缘好 我就暂时 取它 受用它 为了要什么 要展现那个善的果吧 产生善的用 那你没有智慧 你怎么取舍这些东西 所以有智慧不是不取舍 现在我们常常换一个错误 真的修行就不取舍 不分别 错了 在分别里面 善分别 那分别以后不执着 分别而不分别 像而无像 有而非有 空而非空 那这里面才是无恶 才是无恶 那无恶怎么说的 因为有恶 所以说无恶 无恶也是假评 忠也是假评 空是假评 假也是假评 忠更是假评 没有空假就没有忠 但是空是实相 假也是实相 所以忠也是实相 说假一切假 说真一切真 要懂这个道理 这个才是究竟的通透 如果还是停留在散乐 有没有 自立 利他 在这边 作怪的话 那永远没办法真懂 所以在这边都在讲这个道理 都在讲这个道理 所以接着下去 所以者和 我们往下 所以者和 法无戏论 若言我当见苦 断疾 正灭 修道 事则细论 非求法也 唯 瑟利佛 法民极灭 若行生灭 事求生灭 非求法也 法民无染 若染于法 乃至涅槃 事则染灼 非求法也 法无行处 若行与法 事则行处 非求法也 法无取舍 若取舍法 事则取舍 非求法也 法无处所 若着处所 事则着处 非求法也 法民无相 若随向事 事则求向 非求法也 法不可住 若住于法 事则住法 非求法也 法不可 见闻觉知 若行见闻觉知 事则见闻觉知 非求法也 法民无为 若行有为 事求有为 非求法也 事故塞利佛 若求法者 一切法 因无所求 好 这个文字都很简单 但是在这里面 一定要掌握他 到底是在 说什么 你比如说 我们要正视圣地 自视圣地 当然是要苦 知苦 断疾 正灭 修道 理所当然 理所当然 但是在这里面 若 见苦 是用执着 要去见的 非见到苦 不可 用这样子 能见苦吗 见不到苦 所谓见 就是现见 那见苦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是苦 佛法里面最重要 无偿 故苦 这苦 其实就是无偿 因为我们前面 有分析过 你热 不能尝热 所以热 没有自信 热不能 停在热里面 不可能 热是无偿的 那无偿 就热消失掉了 热消失掉 至少是一个无忌 当然你如果 执着在热里面 热消失掉 就是一个痛苦 我失去了热 当然就是一种失落感 那在这里面 你慢慢的 苦也是一样 苦 当然当下是苦 但是你如果 继续受下去 就继续安住在 那个苦的当下 你会看到苦的变化 苦不见 那一个人 本来被绑 现在没有被绑 就有解脱的热 所以苦热 它是相生的 是相生的 那因为无偿 所以有苦乐的假象 那因为无偿 所以那个苦 其实是没有自信的 那你见什么苦 当下的体验 到一切法的无偿 做不了自己 成不了我 当然更成不了 我的我所 那法自己都没有自信 你拥有它 怎么 可以拥有什么法 拥有一个没有自信的法 拥有等于没有拥有 因为它是一个无偿的 不是现在没有了 我们再讲一比较简单的 我们有很多东西 为什么会那么多东西 因为你都觉得需要 然后需要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看得很重 非有不可 然后回来 行兴 也是有几天 也跟它很相应 但是 无偿顾 无偿 你天天穿 吃一个好东西 天天吃就不好吃 穿一件衣服 天天穿 你就会说 你怎么 天天穿那件衣服 是在耍宝吗 自己也天天 我难道没有别的衣服穿吗 为什么天天要穿这件 虽然你是最珍贵它的 那没有多少时间 因为多少时间就自铺其短 不是你执着那个 就是你看错那个 大部分都是恶见 都是不对的执着所形成的 所以就这样子 你比如很简单 比如说 我们再拿实际的例子来讲 古元寺大凶宝 很庄严 然后你进去 发觉 哇 这个大佛像更庄严 这个犹大变小 建筑物变成佛像 如果这个很庄严 你进去什么都没有 你还会说它庄严吗 只是外表庄严 不是内涵庄严 好 这个佛像很庄严 哦 很庄严 你就到处看它的庄严 到这 看到了眉间 哇 这个地方很庄严 看它眼睛 哦 这个地方很庄严 就是我们取的那个 那个东西 其实越取越小 所以你所珍爱的东西 值得你珍爱的东西 就稀有财 如果我穿这件衣服 虽然名牌 出去每一个人都穿 你还会穿它 出去限要吗 没什么好限要 所以那个值得珍惜的 都是少的 少的 那少的 这是什么命运呢 它一点点在这个大里面 本来就只有一点点 当你不再珍视它 不再重视它的时候 它就被其他东西掩盖了 那个好就不见了 而且要再找到这个好不容易了 因为你是好不容易 找到这个好 到时候你把这个好 平常化以后 它就是平常 是一大堆好里面的 其中一个小好 所以当然也就弃之如碧驴 再回头的机会也不大 所以我们 佛法里面有一个说法 比如说本来的妻子 在佛法里面叫固恶 是过去的第二者 就是我他 但是我们如果一直 还是在一种珍惜的状态 那不会是固恶 永远是你的所爱 那要讨厌吗 不爱就要讨厌吗 没有 就回到平常心 平等心看待 就是这个样子 不是要变成一种厌恶 看到它就躲得远远的 一看到它就生气 它在找你你也生气 这个就完全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 你两边是要忠 什么是忠 不落两边 哪两边 喜欢讨厌 就两边 要不要就两边 什么是忠 该要就要 该不要就不要 那个叫忠 忠每一点都是忠 由这个忠落两边 由这个两边找忠 其实它是互相的 互相形成的 所以这个呢 就叫做戏论 我们讲空甲中也是戏论 那法 当然要透过语言文字 来传达 但是你若停留在语言文字里面 忘了 忘文生意 或者根本就 根本就一文不一意 那就变成戏论 弄半天 是要你去知道那个 结果你不知道那个 就在这边打转 转半天 不会到那个 所以就变成戏论 本来是要透过这个 拳桥方便 引导你到那边 结果弄半天 你就只停留在这边 就好像弄眼睛里面 这个指着月亮的手指头 你忘了它是要 你去看月亮 结果你就整个 哇 这一只手很漂亮 什么 就在研究它的手 忘了本怀 忘了它本来的意义 所以一样的 讲苦极灭道 都是要讲实相 让你离开对假相的 颠倒相的执着 认可 要你转回来 那要转回来的时候 放下本来不对的 不是另外有一个对的 让你去抓 你本来以为热 现在看成苦 是要你放下对热的执着 不是放下热以后 变成抓着苦不放 又是落在戏论里面 究竟它不是要你这个 然后我们苦 苦就是瘦 瘦一定是有才会瘦 没有不会瘦 有是怎么来 当然因缘具足而来 那因缘具足而来 从行恶上到行恶下 从心理到物理 其实都离不开 疾吧 就什么招感的 你是做出什么招感的 这种苦的结果 显现了这种无常的现象 因为我们里面有无名 有吃 有贪 有撑 这个是招感一切苦的来源 所以你要离这一切苦 当然就要去掉 生起贪 撑 吃 的意念 或者由贪 撑 吃 所发展出来的深口意 你一定要断掉 才不会去又得到那个报 那个苦报 事实上 我们还是讲 不是要你真的觉得 这个世间一无是处 来这个地方一定是苦 不是不是 觉得不要 所以不要说 我一定要见到苦 我一定要断急 贪生吃 什么叫断 贪起来 贪不见了 若见贪 非贪 即见贪的实相 若见撑 非撑 就见撑的实相 若见无名 不是无名 那就叫做 就是知道了无名的实相 那这些不管贪生吃的实相 都是什么 都空性 贪生吃的实相 就空性 所以他一定会显现空性的功德 空性的功德不是没有 而是限而不实 因缘济足 他就会显现 我贪什么 那贪好的 我比如说 我很想很有学问 我起这个贪念 你依着这个贪念去 你就变成一个有学问的人 就这个样子 但是 接着下去 你变成有学问 又有另外一个目的 我变成有学问 是希望能够有观作 有视作 那就又另外一个层次了 所以他是没有止境的 但是这些正常的动机 正面的动机 就引起正面的业力 正面的行为 就召感正面的国道 所以他不是 一味的都不对 贪生吃不是 一味的都不对 贪该贪的 叫正贪 贪不该贪的 叫邪贪 所以不是贪本身 有什么对跟不对 是看你动机 看你的内容 看你的结果 所以贪生吃 本身不是问题 所以涅槃经才会讲说 贪生吃 他是讲银路吃 也就是贪生吃 皆是道 千万不要把那个 银当成男女的银 不是 那银是贪得一死 只是那时候 那个翻译的人 把它翻成银 不是男女关系 就贪 男女关系 只是所有贪里面的一环而已 不要把它窄化到 哦 就是这个东西 不是 不是 甚至有些就因为 假借这一个话 然后就修双生 说什么都是道 那就莫名其妙了 就太离谱了 所以 很多东西 你在明 一定要正结 然后正结 以后还要知道 它的意义是什么 它的目的是什么 而不是停留在 那个文字 在那边讨论对 还是不对 那是戏论 你讲对 也没有变成对的结果 讲它错 也没有变成错的结果 所以讲对 讲错 不是戏论吗 那我们说 属他家宝 你属的再好 都不是你的 你经讲的再好 都不是你的 但是 你经讲的很好 拿这个 讲的很好的经 来自受用 来自己 依法奉行 那就会 变成有好的受用 结果出现 不是只是讲 所有东西也是讨论 讨论是一个方案 是要去做的 不是哪一个方案好 哪一个方案坏 方案好的 就把它留下来 方案坏的 就把它丢掉 不去做 那不去做 有什么好坏 所以所有东西 我们正知正见以后 一定是 就是要正思维 正行 这些就是要表现出来 而不是只有停留 在那个正确 如果只是在正确 还是细论 但是至少 这个细论没有污染性 它是没有功德性 但是没有污染性 我们在探讨佛法 探讨得很深入 没有污染性 但是你要去做 才有功德性 所以功德很明显 用力地去做 一定要用 该做就去做 其实不想做了 该做 你还是得勉强地去做 才会有功德 如果你不想做 就不做了 那是谁在想不想 业力习气 在想跟不想 但是我们有正知见 我们知道这样做才对 虽然我现在不想做 那就是要这样做 你就勉强自己 耶稣自己 去依法奉辞 该做就做 这样慢慢地功德 虽然刚开始 有点不自然 但是久了就成自然 做久了就自然 忍一次 忍两次 忍三次 再过去就自然 有什么好忍的 你说你的 我听我的 没有什么好忍的 但刚开始 都是有点勉强 所以会觉得 有点别扭 那么苦及灭也是一样 你要正到灭 是体验灭 体验那个寂静 体验那个生而不生 灭而不灭 叫做正灭 那是你想来的吗 是我要去正灭吗 你只要有这个想法 那都是西论 都永远不能正 你就是当你把贪嗔痴 都降伏了 妄恋降伏了 业力降伏了 业不随着业转 不随着向转 不随着抱转 业抱转 那这时候 你不被他转贪嗔痴 自然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到最后 生不起贪嗔痴 未知灭 不是我要正灭 你必须真的把贪嗔痴 看到了化解 看到了化解 到最后 我不再生起贪嗔痴 不再生起贪嗔痴 这时候就正灭盘了 但是不是究竟灭盘 不是无余灭盘 因为你还有习气在 还有习气在 还是会悠然而生贪嗔痴 但是我虽然悠然而生 因为我已经正到了极面 就已经体验到那一份 没有贪嗔痴的身心状态 所以当你的心起贪嗔痴的时候 它一定是一个动乱 热闹的身心状态 你当然很自然就离 很自然 知非即离 只要这个不对 就慢慢 慢慢 越来越能够保持在极面里面 那要达到这样境界 就要不断地用对的方式 去处理不对的现象 那就要修道 我们要修道 要修八正道 本来我的知见不对 把它改成正确的知见 本来我的思维 根本都我直我见 在那边颠倒妄想 现在转成如理思维 一定要修道 才能够慢慢 把这些不对的东西 弃除掉 弃除掉不是真正弃除掉什么 弃除掉不该有 我执着他有 该有 我就接受 不该有 我就千万不要强取来 你该得的 我就得 不该得的 我就不得 得跟不得不是问题 该不该才是问题 你不该得而得 就是会遭感恶报 你该得而没有得 会遭感福报 今天 这个五千没还 又借五千 那下一次还 当然还一万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怕吃亏 而且也不要赞叹 拥有什么东西 因为这里面 你如果赞叹 拥有 会产生贪 自自然会 哦 有这个真好 钱越多越好 但事实上不是 钱越多 烦恼越多 我也算 钱不少 但都不是我的 我名下的 但都不是我的 我那个账户里面有这些 但都不是我的 我从来没有动用 我从来没有动用 那这个要动用呢 就必须有姻缘 那现在能动用 当然就跟我 跟我有眷属关系的 就我走了 那些也属于他们的 很自然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现在就 看需要 现在年轻人都很难 都很难过 现在年轻人真的 不管你学历多高 你的收入 要养一个家 其实都吃力 除非你什么都不需要 那你至少要租房子吧 在台北租房子 一个家要住 没有两万块以上 可能吧 不可能吧 那吃饭呢 那平常的日用呢 所以一个月 如果没有赚八万块以上 你在台北 能过正常的生活吗 现在有几个人 薪水八万块 所以几乎都是很吃力 所以他如果需要一个房子 那你能够不帮他吗 就是这样子 所以很多东西就是 就是这样 那当然我们所有善 也是由近的 慢慢延伸出去 那个吹牛的啦 碰烘的啦 那个都靠不住 那个靠不住 我有大爱 我从远处爱回来 那都不可能 因为光 一定是从最近的造起 不是照那个远处 然后才照到近处 近处是你视而不见 然后远处是你的执着 你把注意力 只有集中在那个地方 那当然你就觉得 我光可以照那么远 其实那是最暗的地方 所以平等性是什么 没有远近的分别 但没有远近的分别 有没有远近 当然有 我们在这时空里面 哪有没有远近的 不可能吧 但是我们要超越它 我们要超越它 超越它是什么 不停留在远近里面 而是看那个需要 看需要 所以这个就如理 看远起 看远起 所以到最后 修行修到最后 其实都在升官远起 然后在怎么 在这个远起里面 达到最大的效益 达到最大的效益 不是贪 是智慧 你怎么样子 把它达到最大的效益 那是要智慧 不是贪 你能够达到十分 你为什么停留在八分 那就有点可惜了 你只能到十分 你为什么要求十二分 那就有点至早麻烦了 所以智慧就是忠 忠就是恰到好处 不落两边 不落贪 不落取 不落舌 该是什么 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忠道 所以忠道就是忠道 也可以念成忠 打忠的忠 集中要害 拿到核心 也叫忠道 你什么东西都抓到平衡点 抓到那个心要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行忠道 所以一样 我们修行如果 抓到忠道 你就不会紧张 你会发觉 就是不费力 就是这样子 那你如果没有抓到忠道 吃这个也痒 吃那个也痒 这样做也不对 那样做也不对 总是有人骂你 所以这个就是要智慧 要智慧才有办法 但是你有智慧 别人没有智慧 你不要期待别人同意你的 但是你有智慧 到最后他们还会看到 你是对的 他们的执着 到最后证明你是对的 所以不用怕 我们反正就依法奉执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所以当我们要去 真正的证悟 市地的时候 不要有一个老是在那边 我要证悟 我要证悟的想法 就好像我们最容易犯的是 我要无念 我要无念 那个念在那边 哪来的无念 你说自然 不起念就无念了 起念的时候 小的念不可得 又是无念 有念也是无念 没念当下就无念 有什么好求的 对不对 要真的没有念吗 要真的没有念 我们真的就不是有情了 你是人也不是人了 所以很多东西 千万不要错误地理解 佛法在难就难在那个正解 正确的理解 很难 因为它有文字 文字就有文字的固定的定义 跟说法 那尤其有我们 中文里面 有我们中文的语法 跟惯性 所以佛经翻成中文以后 就被我们的中文给误导 中就是中间 一讲到中 中就是中间 不是啊 所以 我们千万不要被文字骗 中就是中的意思 中就抓到 两边的平点 一个东西 这边粗 这边细 你找到 它的终点 会平衡吗 当然不会平衡吗 一下就这样了 那你找到它的重心的时候 就平衡了 重心会在中间吗 大部分不会在中间 除非它是很均匀的东西 天底下均匀的东西不多 天底下 自然的东西 会很均匀的不多 但是就是因为不均匀才美 这个每一个花瓣 如果都一样会美 就是每一个花瓣都不一样才美 所以中绝对不是要去抓什么东西 要中啊 第一个 要懂得欣赏 要懂得接受 那欣赏呢 什么叫欣赏 就客观的眼眺 就不加入主观 这时候就欣赏 如果加入主观 那就开始批评了 这边画得好 那边画得不好 这个长得好 长得不好 本来没有是非 都是你生出来的 那你如果 远远地看 客观地看 什么都很漂亮 什么都很均衡 这朵花应该在什么地方 不均衡 不均衡它就不会站得好好的 那要均衡要直直吗 直直就一点都不美 一点都不自然 所以 那个 都没有人工造作的东西 都不会太理想化 理想化是我们用理性 去把它规范的 那个其实 理想化就变成限制化 格式化 所以 太守规矩 是很麻烦 不是要你不守规矩 而是你要在这里面 拿捏平一点 要去拿捏平一点 才不会被它束缚 被它束缚 那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晓得那些是在规范我 我为什么要守它 因为 如果不守它的时候 会自找麻烦 那守它已经是 自己最不找麻烦的方式 你自然就守它 我们说 只要怎么样 你就可以 就好像 我们在讲 比如说阿弥陀经 说你只要好好念佛 念到一心不乱 那我一定 现前 不是我来 我会派我的两个使者来 不是两个使者来 其他圣众也可以来 反正你只要 依照我的做法 达到这个标准 我就 接受你 就这个样子 所以 你能不能安住 就能不能符合那个条件 所以我们修行 其实是要要求我们 慢慢为什么要戒 为什么要定 为什么要会 戒就是那个规矩 你符合规矩了没有 那符合规矩 是不是符合得很自然 很稳定 不要常常在拗 不要常常在拗 久而久之 自然就 定力就出来 那自然定力出来 就油然而生 就是对的 那就会 没有这个基本要求 达不到会的 反过来讲 因为你的支援队 所以你都保持正确的支援 保持正确的支援 就要定 因为保持正确的支援 所以不犯错 就是戒 怎么说都可以 由上往下说也可以 由下往上说也可以 为什么这么样 戒定会是方便说 所以你由下往上也对 由下往上也对 通通对 那这是善解的 就通通对 若不善解的 要有戒才有定 要有定才有会 当然 对一般人来讲 是这样的没错 但是 石像里面 它没有赤地的 石像没有赤地的 落到时空 什么叫假象 假戒时空而成显的 叫假象 它当然有赤地 我在这边 你在这边 谁对 我也对你 也对 法尔如是 这个法就依因缘 在这边显现 显现成这个样子 那法在那边显现 因为因缘显现成那个样子 谁错 通通对 哪有错 但是 从这边来看你的时候 我这边天气这么好 你天气那么差 为什么不搬来 我这边住比较好 你就开始有 我像人像了 这就是开始打妄想 开始造作了 就是本来 天下本无事 由我指我见的人 这个庸人自扰之 人家好不好管你屁事 你好不好才是重点 所以很多 我现在在水深火热中 我还能够把自己弄得很清凉 那才是功夫 不是我只能在清凉里面住 我不能入火坑 如果这样 那世界能够让你住的地方就有限了 所以你就被你自己给居隔了 给关在 你只能在这边安住 离开这边你就一点都不安 问题是你能在这边安住 是你的业果 所遭感 当这些条件消失的时候 你就不能在这边住 你会得到你本来苦恼的地方去住不可 所以什么是修行 就在每一个当下 每一个相对里面 去找到那个绝对 去找到那个忠 找到平衡点 不是不断地埋怨 或者不断地贪 一般人家不断地批评 二位的马 就不断地赞叹 其实这两个都没有意义 它是好 你赞叹不会争一分 它是坏 你不是天天骂它 它会变好 所以这一切都因缘 因为因缘故所以无我 因为无我故 所以没有善恶 没有好坏 一切都因缘所生 都客观的现象 客观的呈现 如实的随因缘而显 谁也左右不了 谁也改变不了 包括佛 他也左右不了 也改变不了 但是他可以善导 因为他升官因缘 所以他可以 帮你引导 你要怎么样可以离开这种境界 要怎么样可以到更高处 要怎么样才会放下一切的优越 执着 我这个不是乱讲 佛陀在的时候 你看他那些地址里面 有多少都是王子 都大王的 信徒里面很多就是大国王的 都是这些大长者 家财万贯的 他们什么没有 那他为什么能够引导他们 他们也是甘心的去接受他的引导 因为这个才究竟 那些别人追求不到的 在他们看已经没有意义了 我们现在为什么放不下 我们还有太多意义要追求 所以我们放不下 那真正到最后 你能够说我什么都没有放下吗 请问你放下什么 什么都不用你放下 因为你什么都没有 这放下是有了才有放下这件事 有而没有 有而无有就要放下 你没有有就没有放下这件事 所以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 不是我没有说我放下 你没有根本就没有资格谈放下 所以就说我很有学问的 然后又不是一份高高在上的样子 就是有而非有 他很有学问很有修养 很有涵养很有能力 但他一点都不高傲 一点都不执着 那叫有而非有 这样才值得赞叹 如果他有了执着 有了人家吃自己皮 你那我狗 你那我狗 你自己狗 那一样如果没有在那碰风 人家一看就想 你根本就在那里吹牛 根本就没有什么认诺意义吧 好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动不动就我看破生死 我放下一切 生死都还没有到 你生跟死都没有看到 你怎么看破生死 你都看破生死 死都还没有到 你怎么看破生死 所以很多东西叫老老实实 这个就是在 一切都在说实相 实相在哪里 在当下 实相在哪里 不在意识里面 在实相里面 在体性里面 体性在哪里 体性在你清静的心 不是清静的心 通通不是体性 为什么 已经污染了 都是无名所欣然 包括你现在说话 说的再有道理 其实都是被污染以后的 那污染呢 污染呢 不是 我们只是 这个也是假名 污染就是 含了其他的杂质 那我现在 譬如说我现在在讲佛法 那我讲佛法 是不是叫污染 如果不是污染 为什么叫戏论 为什么叫戏论 我讲半天 一点实相都没有讲到 但是 如果我善说 你善闻 那慢慢 我也可以引导你 慢慢提取到实相 虽然它是戏论 我们是透过这个戏论的方便 要去接近 要去体证 那个实相 不是在这个戏论里面 有实相 是接受它的引导 去见证实相 这是依法奉辞 虽然戏论 那就好像传 传不是岛上的东西 但是它可以引导你过去 你说没有这些 你就过不去 一样的道理 所以这个方便 方便 绝对重要 因为没有这些戏论 佛根本就没办法说法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闻法 所以这些是重要的 是要的 但是你如果因为它重要 它要 你就永远放不下 知法 离法 正法 那反过来讲 你不知法 就要离法 你离什么法 你要会正什么法 根本就莫名其妙 所以现在为什么 我们常常 莫法 莫法 好像是在讲法 当然里面根本一点 法的内涵都没有 讲半天真的是在讲戏论 讲好听的 跟实相 完全不相干 那你讲的 跟实相 有没有相干 从哪里去印证 当下去印证 当下从哪里印证 从你的武运 从你的身心去印证 它很实在 你讲的是真懂 还是假装懂 看当下 看当下 所以 我们当下 我虽然懂法 但当下 不依着法 当下就不对 当下忘失了 当下觉察 觉照 去掉了 觉照 就是法 当下离开了法 当下离开了觉照 当下就不对 因为 包括 当下 也是 无常 所以千万不要 以为 我现在没事了 究竟就没事了 没有 现在没事 是现在没事 等一下 又是等一下的 当下 那时候你有事 但是你如果维持 一直维持 当下都是 保持绝照的 那就永远 不会犯错 不是永远没错 因为 外面的条件 不是你能掌控 但是你怎么来 看待这个条件 你能掌控 我怎么来看待 这个缘起 我能掌控 那缘起要怎么出现 我不能掌控 那不能掌控 就不自在 不自在 你想自在 那就是 邪知邪见 根本就错误的观念 颠倒了妄想 所以 这些 到最后 其实总规计 到最后还是要落实 回来 我们修行 不能不求菩提 但是不能着菩提而修 不能执着 但是不能没有那些 就好像我们 身体要健康 一定要吃 有营养的东西 但不要整天执着 这个有营养 那个没营养 那这样 还没有吃到营养 已经生病了 但是我知道 这个比较有营养 那现在能够吃这个 我吃一点点 我觉得够了 不是一定要吃多少才够 这个就智慧了 就是知识了 如理了 你虽然吃一点点 这个热量已经够了 你就不要再贪吃 贪吃就过量了 你吃一大堆 但是养分不够 你一直这样吃 吃下去 等一下你身体就坏掉了 所以一定要 般若为前导 般若就是真理 就是实相 这些才引导 那现在我们的科学 其实都是在 逼近真理 一直在求真 哲学其实也是 就是在求真的 求实相的 所以科学哲学 不离真理 不离实相 它不是佛法吗 绝对是佛法 是佛法的方便法 我们不要把科学这些 排除在外 我们另外有一个佛法 如果这样的话 那绝对 是不能用的佛法 不可说的佛法 那弄半天没有用了 所以在这个当下 在这个时代里面 你要说佛法 就要经得起 哲学跟科学的检验 才是当代的佛法 才有说服力 不然的话 你那些有思想的人 引导不了 那些重实际的人 你引导不了 所以这个就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当下 都有它的条件 我们就怎么认识这些条件 善用这些条件 成就这些条件 这个就是 每一个修行人 每一个学佛的人 应该要 关注到的 要照顾到的 而不是自以为是 一直去做你 认为对的 当然也可以 因为我们一门深入 完全奉行 那当然那样子 也有那样子的力量 但是你心的身 行得切吗 还是只是一个希望 这样子应该没错吧 这样子应该没错吧 结果都没有检验 没有检验 就说这样应该没错吧 这样应该没错吧 就好像走路 都不检验一下 往前走 这样子没错吧 这样没错吧 结果根本就不是要 你要去的地方 那就不行了 所以还是要先有政治见 你先弄清楚 你到底要达到 什么样的结果 要怎么样才能达到 那个结果 随时检验阴根源 随时检验当下 有没有迷失了 有没有搞错了 这样才能真正的 不断地修正 修正 修正 修到最后走到路上 就一直走下去而已 你这时候经过 不断地检验 我都对了 我都对了 那什么是对 忠才是对 对不对 那一样的 你在做这个时候 是不是慢慢地 掌握到身跟心的平衡 对了 这个绝对 是正法 所以我们现在 只要好好修 你不是刻意要怎么样 你就会自然地 惊验到什么 那就完全不打妄想 但你如果一直打妄想 一直用分别心 本来你是可以到的 就是因为你的妄想 你的分别心 一天到晚讲戏论 戏论是脑子里面 生出来的东西 一直在那边转 一直在那边转半天 都到了你 还不晓得又走过去了 还没有到以为到 到了以为还没有到 就都没有觉知当下 都没有觉知当下 而且对你要到的地方 的功德项也完全不同 比如说我们说要修定 定当然就 一讲到定 自然就讲四参八叮 那你这些经验都没有 你谈什么定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佛陀是四参八叮都具足 然后自己进入灭寿奖定 就灭禁定 然后正到那个果位 那一般的修行 大概就停留在四参八叮了 他没有到灭禁定 因为都还有一个境界可以住 还有一个执着 还有要怎么样不怎么样 我在追求什么境界 要进入那种境界 那这个很明显都没有灭寿奖定 都不是正寿 都是还是 那个错误的动机在引导 错误的动机在追求 没有如实回来 觉知当下 当下都是为了追求那一个 错 当下就是当下 当下不追求任何东西 你说当下还在追求 不对 当下就没有追求 当下就没有前后左右上下 当下就没有过去未来 你真的当下的时候 当下就具足一切 当下是不是具足时间 当下是不是具足空间 所以我们禅宗或者 这里面的当下 要好好去理解 什么是当下 不照做是当下 你为什么会照做 心里也还有动机 心里也还有取舍 但是 真正的在当下 就什么都不动了 是心不动 不是那个心不动 是清静的心不动 体性不动 不是没有起性动念 也不是没有行为 这个要分清楚 要分得清清楚楚 你这个能观跟所观 分得清清楚楚 不要把所观当能观 不要把能观当所观 比如说 我们现在都是用意识 用根 用想 在观 那就把不是能观 当能观用 你怎么弄半天 不会的 不会对的 不会对的 那真正能观的是 永远不动的 永远清清楚楚的 你意识 生这个生那个 怎么会永远 它根本就是一个 无常的东西 怎么可能拿它来 作为工具 拿它来作为究竟所依 当然不对了 当然不行 当然 说实在现在佛法 能谈这个也不多了 大部分还是都在文字里面 打转比较多了 在起心动念 在意识的取舍 在这边不断地用功 但是那根本重点没有抓到 所以就很难修 很难真懂 那叫相似佛法 差一点点就差很多 甚至 非法不可怕 相似的法才可怕 你用别的品牌 没有问题 你怎么穿都怎么漂亮 但是你仿帽那品牌 怎么穿怎么丑陋 虽然样子都一样 布料也都一样 你这个装的就是有罪 那仿帽就有罪 那相似的是最麻烦的 因为相似已经有模仿 甚至有偷在里面 这个要很小心 所以一样 我们当然现在是在模仿佛 但是我们知道 佛告诉我们 这是一个方便 不是究竟 究竟是要找回你自己 看清楚到底是什么 究竟你到底是什么 你能成就什么 你能变成什么 是这个样 他讲这些事 要你自己去印证 不是接受他的话 刚开始是接受 作为你的知见的引导 但到最后要正知正见 要现见 要现证 那时候才算数了 如果停留在这个 都还是细论 但是不经过细论 有实证可得吗 没有 没有过程怎么会有结果 过程都因缘所生 都行为的一种 理念的痕迹 你没有经过 这个不可能道德 在这里面 其实就是一定要 也要见苦 也要断极 也要正面 也要修道 但是不是整天挂着这个东西 而是真正的去做 去做 你真正的现见苦了 这时候对了 你真正的断了极了 贪生吃起来 你马上可以把它去除 对了 但不是几个东西 我要去除贪生吃 而是贪生吃起来 你认清楚它是贪生吃 不可得 不该得 不能住 不能依着它走 就断了不断 不断了断 你要去断什么 要去断什么 没有什么好断的 这里面我们的修行 就会发觉 智慧的宝剑一拿起来 砍了不砍 抓在那边是好看的 这个是代表绝照 不是真的 你要去砍什么 不需要 你有智慧 就什么一切都不用砍 我们最大的没有智慧 是把什么都当真 当然你就要去除 必知为恐不及 你又回到本性来看它 你又回到绝照来看一切像 那一切像 自然跟你 根本就不相看 我们有心 我们心借着我们的六四 透过我们的六根 取六成 在这边的时候 还有能取所取 跟成相处 意识还动的时候 有能取所取 有呼应 但是到 到这边的时候 那个无名的我在 但是到你到 真正的如来藏 真正的心性的时候 这一切 你就发觉 相容无碍 没有德 没有施 完全没有 他是他 我是我 法尔如是 一切都是如是 这时候 还会有什么烦恼 还要证什么 证什么 不是要去证什么 包括证涅槃 不是要有什么涅槃可证 而是自自然然贪生出 不起现行 起不了作用 这时候 你当然就清凉极净 这个叫涅槃 好 所以 接着下去 我们说 又叫一次 摄利佛 法 明 极净 这个是我们 说法 说 称他为法的 事实上 是本来 不如是 又随缘 如是 也就 一切我们称他为法的 都是空性 借着缘起的 成贤 所以诸法 信空 这个 这个叫极灭 法 法名极灭 叫本来非有 本来非有 现在假有 究竟非有 有的时候是假有 因为是假有 所以是无常 所以会变 变到最后 那个法不成立 那个法不成立 不是那个法 灭了 不是 因缘改变了 所以这里面 我们是着想 才有 生老病死 若不着想 没有生老病死 生不值生 老不值老 病不值病 死不值死 生老病死 只是一种 缘起的假象 这里面 无我 没有自信 一切现象都是 缘起 都是无常 所以这一切 都很自然的 在演化中 不是我 有一个我在那边 生老病死 也不是有一个 现象在生老病死 生老病死 通通是假象 通通没有自信 生没有生的自信 老没有老的自信 那个病 没有病的自信 死没有死的自信 不然生老病死 就变成是一个 有法 而且确实存在的了 我们不是说它不存在 是说它假结因缘的存在 假有 不是真有 所以你要什么寂静 本来寂灭 一切都本来空性 那也只是随言 所以随言是什么 不变才能随言 所以空性是不变的 空性是不变的 随言是假结这因缘组合 然后就显现了那个因缘像 这里面 只要因缘改变 那个像就改变 所以所有像都是虚妄 虚妄不是没有 是虚妄 不是没有 没有是否定 虚妄是有而不有 有而不是真正的有 叫做虚妄 妄陷 所以我们这里面当然 一定要很小心 因为我们也懂这个道理 所以都会讲得太快 比如说这是一个像 那我们就很快说 它是虚妄的像 那是说法 那叫戏论 像不执着 你才能说它虚妄 你执着像 不能说像虚妄 因为在执着里面 没有虚妄 执实 你执着就把它当实在的 嘴巴讲不着像 心里根本离不开像 那讲不着像有什么用 所以不着像是一个知见 我现在也看到这个像了 我产生了执着了 佛告诉我 不能着像 不能执着 马上就离开 本来执着像 的那个心态的状态 身心的状态 你当下就解脱了 本来执着的时候 跟它黏在一起了 这时候透过这个 正法的思维 文思修 这时候正思了 起来的时候 从执着变成不执着 就解开了 你因为你解开 然后这个像就不见了吗 不是嘛 没有 是你不被那个像带走 不粘在那个像 上面不是你消灭了这个像 所以修行绝对都不是相对性的 但是都是可以体验的 都是可以体验的 我本来很在意这个 现在我经过文思修 把本来很在意的现在不在意 OK 就这样而已 这样就完全对了 不是不在意以后 就要他消灭 这个人不是好人 我很讨厌他 我慢慢不在意的 他还是可以在 不是一看到他 另外一个念头又起来 为什么还不走 就这个道理 你不执着 还会要他走不走 就你还执着 所以你一直要他走 要他不走 这个人好人千万不要走 这个人不是好人 要赶快走 就这个样 你里面还是执着分别的吧 所以很多东西 绝对不是嘴巴讲讲 口脑洞洞 通通是细论 接着是要印证的 我们的身心是不是已经 真的 想法跟做法跟感受 已经合为一 这个才是真正的实修实证 如果我们一天到晚 好生 厌死 也在这个生灭里面打转 如果是这样子 那你其实是在求生灭 好生 求生 勿死 必死 必死 就避开那个死 那整天就在那边 无中生有 不是在求法 求法是要证实相 要知道一切法的实相 到底是什么 我是要证实相 不是要去解决哪一个相 你把有了相变成没有 有解决吗 没有啦 你把有了相 深做的去了解 晓得他为什么能这样子 为什么不是那样子 清清楚楚的 这个叫实相 那实相你就不会取舍了 到实相的时候 都是一个大肯定 大肯定就是身心的一个大安住 我不是还要这么翻来覆去的 还要我避开你 我要怎么样找你 不是 所以我们心里面 如果还是有很多好物 对错 那事实上 我们的心 永远是动荡不安的 永远是无名 不笃定的 不能安住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你错用心 把不是心当心 把习惯的思维 惯性 以为那是我的心 就认贼为父 所以你就一直在那个 动荡不安里面 永远没有办法 真正的回到 应该回来的地方 好 那我们称他为法 什么叫佛法 就没有污染的法 清净的法 叫佛法 但是 法是很清净 当你执着 法的时候 清净不见了 所有的污染 就从你执着开始 所以你把法 确定它是法 抓着它不放 非这样不可 那你就染于法 就被法给束缚了 不是法束缚你 而是你对这个法的知见 执着束缚了你 我们一定要懂这个东西 那不能执法 法是要带你进入涅槃的 我们为什么说它法 因为这个法可以让你 带你到涅槃 涅槃就远离贪生吃 就把一切都慢慢的 就一切都不执着 无挂碍 无恐惧 这个叫法 那你法都不执着了 不染于法了 会染于涅槃吗 如果说我现在不染法 但是我心里面还是要追求 涅槃的 那又执着涅槃了 涅槃又有所得了 你要得这个涅槃法 又是执着 又是无染 所以这个叫做染拙 不管你是执于法 还是执着追求涅槃 其实都是染拙 这个不能真正的懂法 也不能真正的依法奉持 当你在依法奉持的时候 那法是什么 法已经变成你的正念 法就是正念 正念就是当下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你该这样就这样 叫正念 我们为什么都是妄念呢 你该这样 你偏偏不这样 所以叫妄念 念在不该的地方生起 在当下生起 不该生起的念 就叫妄念 不是无念 是正念 正妄也是一对 相对而生 想错了叫妄念 想对叫正念 你能不能没有念 只要你生命在 不可能没有念 念是由我们的八世 所生 八世由我们累生累劫 的业力现行 所累积 也就是所有种子的 库存的地方 那由这个地方 显现出我们现在的受用 我们天天的受用 一年一年的受用 生老病死的受用 其实都没有离开八世 所以怎么可能没有念 不可能 但是呢 一样的念 它可以起念形 念又可以寻种子 所以这一念 是种子起的现行 我对这一念 起正念 去引导它 转化它 变成正念以后 它又变成寻种子 正念变成正种子 这个妄念 变成妄种子 邪念变成邪种子 善念变成善种子 这个就是修行 慢慢要把它转掉 要把它转掉 转到最后呢 其实你可以想一想 你的库存里面都是黄金钻石 你随便拿出来都是无家之宝 你拿一大堆石头 拿一大堆毒药 拿出来都是石头毒药 所以 当下才是关键 当下怎么去看出 种子所起的现行 当下怎么把现行弄对 它又熏种子 这个就是修行 所以修行离开当下 没什么好修的 不是在那边想过去未来 不是在那边担心 我哪一个种子 不晓得什么要成熟 在那边等待我善的种子 我善行 亲生善种子的 应该会再起善行吧 整天在那边等待 在那边要求 不是那个样子 因缘还不具足 你如果在那边要求 化成现关 那该出现就出现了 没有什么好追求 无求 自然只有没有恐惧 你无所求 就自然不贪 无所求会不受用吗 刚好相反 它会正受用 该给你受用的时候 你才受用 这叫正受用 就好像我们现在都可以 一线刷吧 一线刷卡 当然 你想拥有去刷一下 有了 但接着下去 你就痛苦就来了 买房子也一样 两千带一千 不用还吗 还是要还吗 你怎么还 这不是现在受用就没事 因果都在 你先借用的 先提前用的 你后面就要好好的还 就这个样子 那我们只是举这个例子 那我们生生世世 何尝不是 何尝不是 我们先贷款 现在先御用了 或者我们现在不用 先存在银行 我现在投资 放在股市 这个都是 我现在有这些福报 但是我不用 我把它存到另外一个地方 它就变成没有用了 但是你要用的时候 它可以转化回来 但是这么方便吗 那就不一定了 我们在讲 比如说 我以前很喜欢买 有的没有的 这些古董 有的没有的东西 那买的时候 都不便宜 因为便宜 我看不上 不是因为它的价格 好 我看上 而是因为我看上它好 所以要那个价格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没有办法 但是很明显 你需要你觉得会欣赏 你拥有它 值得付出这种代价 现在我没钱了 我想变现 人家说 这个又不是什么好东西 是你不要的 你说那时候十万 那一万差不多 你能够换吗 不能换 所以此一时彼此 那我们重要不是 再去计较这些 探讨这些 而是当下 当下 都回到当下 当下 包括了你的五蕴 包括你的十二处 包括十八戒 你怎么来借这个 假有缘起的存在 来修真 这个叫借假修真 你有正知正见 就会看破一切假象 引入实相 引导进入实相 你如果没有智慧 没有正确的知见 然后把邪见当正见 一般我们称为外道 就是都是这样 把那个非因 寄因 非果寄果 邪因 以为正因 正因 以为邪因 就知见完全不对 知见不对 行为当然不对 修半天 都是不应该修的 修半天 当然不会 正到它理想的果 但是很明显的 很多东西 还是有它的条件 比如说我们从欲界 到色界 甚至到无色界 那就完全看 你的身心的状况 达到什么程度 我们欲界 就还有很多欲望 我要什么 我不要什么 所以现在谁敢说它 已经离开欲界 不可能吧 你现在就是现这个样子 至少你每一天 要吃饭 要睡觉 你怎么说 你已经超越了欲界 如果真正超越欲界的 那真的 食跟睡 对它来讲 都不是问题 虽然在欲界 它已经有色界的功德 虽然在人道 它已经有天的德 这个当然 我们也随时可以看到 有些 真的是一点都不勉强 但是它就是 布施心力特别高 智慧特别高 这些其实都是来跟我们一起玩的 来跟我们 陪我们玩的 那有些人就 勉强了半天 自以为是的 但是还是根本就不是 所以这个 只有当下 就我们 知道 我们检验 但是我们知道 不是用意识去知道 而是从体验 来体证 我知道 我现在不生气了 不是告诉人家 我都不会生气 不是这个 心里面满肚子气 我说我都不生气了 不是那个样子 所以实相就是实相 假相就是假相 颠倒相就是颠倒相 正相就正确的相 正确的相 不是没有相 是正确的相 所以一个人修半天 如果一点位移都没有 那你说他修什么 他位移不错 那你又说他在那边假装 不是嘛 他能够显现出那个位移 至少他当下提起的正念 虽然他不一定随时在正念 但至少在现位移的时候 这是他是正念 不是假给你看 而是我要求我自己 要这样要那样 所以也是自我要求来的 所以很多东西 包括你戏要演得好 要融入戏 你必须把整个剧本 整个剧情都弄得很清楚 你才能演得好 只忘了我是谁 融到你要演的角色里面去 所以这里面我们知道 当下嘛 当下 所有东西我们当下 那这里面当然要戏论 一样的戏行 就演戏 思维 晓得他的戏论 做什么行为 不要执着 不要执着 不要做错了 天天在那边忏悔 演戏 演戏还不下戏 你做错了 你在那边忏悔干嘛 你做错了 以后我小心一点 一不小心就犯错 把那个做错 幻化成谨慎 小心 那个真忏悔 不是整天在那边停留 在那个错里面 在那边打转 你在跟哪一个佛菩萨 求忏悔 没有用了 而是要转对念头 因为那件事情 不是你忏悔 以后那件事情 不对会变成对的 没有了 而是经过你的绝照 经过佛菩萨的引导 你对佛菩萨的 就是三宝的信持奉行 然后慢慢把自己 那个习气看到 转化 为什么会犯错 习气 让我们犯错 当下 没有绝照 让我们犯错 这很明显的 我们要改变习气 我们要培养 每一个当下的绝照 缺一不可 你看不到习气 你修谁 你保持不了 绝照你怎么修 所以这个都要 很小心 很谨慎地去面对 去现观现见 好 那么 接着呢 法 又称为无形处了 就 什么意思呢 我们说法 其实在心里面 所思维的内涵 就叫法 心里面所原则叫法 所以呢 这个 法 其实是我们心里面 所原的内涵 心里面所取的内涵 心里面所生起的影像 或者内容物 所以他有没有自信 他没有自信 他没有自信 他不自己 不是自己能生起 而是依着 每一个行者 每一个人的起心动念 来形成法 那包括外在的东西 他是依着所有因缘 的组合 形成了外在的法 三合大地 他有他的法 我们的喜怒哀乐 爱物欲 七情六欲 有他的法 那这些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知道 他都有他的规则在 那规则也就是 他依循的道理在 有他依住的条件在 就让他能显现的条件在 那所以呢 如果我们以为 我们能行于法 也就是说 我们对我们的所缘 能够去干什么的时候 这里面其实就自以为是 我心里面 生起了 我们讲好一点 我心里面 生起的 佛菩萨的庄严相 我观想佛菩萨 我观想阿弥陀佛 生起了 那么 你一定要晓得 这是由你心生起的 由你心生起的 既真又假 因为他本来没有 他本来没有 现在有 但是你要去 我想我们 常常有这种经验 好不容易 做出一点点境界 然后想要再来一次 没有了 所以那些境界 那些法 基本上 不是我们能够刻意 去促成 而是你用对 不断地训习 不断地训练 他有一天 自然就显现了 包括我们现在在想东西 比如说我们纪 纪师傅 他有学问 他有学问不是一天 变成有学问的 但是他的学问 不是我们几天能够学起来 一样的道理 然后一样的 有些人很会做菜 我晓得 连幼师很会做菜 那他也不是一天 能够做好菜的 很多东西都是条件 慢慢熏息 累积 具足 所以在这里面 如果我们太过照做 照做叫行语法 要去控制法 要去把这些当真 那个其实 你所用的功 不是在法上 不是在法上用功 而是在法的内容 就法的依住处 用功 所以它只是你心里面 升起或者所取的一个对象 不是真正存在 你依着一个不是真正存在 能成就什么功德吗 那个没有 但是真的没有功德吗 你能升起那个 升起这个法 已经是功德了 那已经是功德 我当下就知道 我现在心很静 我现在心进入一种 很庄严的状态 所以我观起了阿弥陀佛 我观起了阿弥陀佛的光 甚至简单一点 我现在能够一心不乱地念佛 称佛名号 这个都是一大功德 但是我不能说 我现在好不容易 弄起了一心不乱 又起一个念佛 我要保持一心不乱 那个就是妄念 你现在能够一心不乱 你就一直保持这样 一心不乱就一直念下去 那个才是法 而不是又起一个动机 然后 这个佛号很好 这个光很好 我在里面多注意一下 那个就是行与行处 而不是真正的 那个法的限量 它一出现 是因缘具足出现 那你一起心动念 就破坏了那个因缘 所以常常 真正的修行就是 我们讲无念就是没有忘念 就老老实实的修 老老实实的修 就老老实实的正 什么时候正 在每一个当下的显现都是正 我现在心是散乱的 我知道我现在心是散乱的 正 我现在心散乱 我现在心是没有散乱 我知道我现在心没有散乱 就要知道 心没有散乱 正 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体验 不是心在那边倒望下 不是心在那边不断地照做 所以有时候 这一句话就 我们常常追求的是那个境界 而不是法 我是要 守住那个境界 你不是要 亲正 法的实相 我们现在就求法 都是指的 去亲正法的实相 那个行处是我们心生出来 我希望有这种境界 保持这种境界 执着在那个境界 黏在那个境界上 不是真正的在修法 也不是真正的依依法 好 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 杜瑟六根 自信一处 心生则种种法生 由我们的心 放出光 放出恭敬 放出慈悲 放出智慧 感恩 供养 如佛菩萨 我们依着众生而安住 感恩一切众生的成就成全 我们希望一切众生都能够远离无名业障 谁之达 忽 汪 Ż 中文字幕——YK